欢迎大家出席2021-2022年度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三轮赛事 今天的变题为双变题 甲方为奥斯卡掌挂风波 Will Smith应受更大谴责 岳方为奥斯卡掌挂风波 Chris Rock应受更大谴责 而今天是由甲方·协欣中学 对岳方·华英中学 现在为大家介绍双方辩议 正方主变林远桥同学 甲方第一副变徐维南同学 甲方二副郑心悦同学 甲方杰变江丽程同学 现在度岳方的同学 岳方主变陈雅琪同学 岳方第一副变梁耀祖同学 岳方第二副变尖子玉同学 岳方杰变欧陈雅同学 现在为大家介绍三位评判 他们分别是国际发展学者及前大专辩员李章文先生 是哈喽 你好 家乐萨书院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 马慧健老师 我同学 好 老鹿六世书院中文辩论队教练 黄思彤小姐 大家早上 本财比赛分为主变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 结变等六个环节 台上边缘发展时间为4 3 3 4 4 每位台上边缘发展结束前30秒 会有一丁提示 丁 时间都会有两丁提示 丁丁 而过时15秒则有三丁提示 丁丁丁 街时本人将打断面缘发言 并提醒评判透分 而详细的蔡规早前已发布给各参赛的学校 想问下双方主变对于蔡规有没有任何的疑问 阅科没问题 shake Ну 钱 现在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请郁方的主变发言 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镜头示意 是的可以 订 乐视评判在这里 そう 大家好,早前奧斯卡上演了一場掌掛風波 源於Chris Rock在最佳紀錄片獎開場的時候 而因為患有懸篤症而剔頭的Jada Pinkett拖冠線 發覺可以出現半個紅心二張光頭的女主角 而引來她丈夫Will Smith的不滿 隨後上頭掌掛Chris Rock 我封認為Will Smith和Chris Rock 兩者在事件中都有應該被譴責的地方 但重點應該在於學者應該受到更大的譴責 會去判斷一件事是否應該受更大譴責 關鍵在於學者更錯 而她的錯誤可以由學者對社會造成更大的負面影響 以及傷害更深去衡量 我封認為Will Smith應該被Chris Rock受更大譴責原因有二 第一,Will Smith的行為帶有報復性 鼓出二部逆部的不能封棄 在這個風波裏面Chris Rock採在口不責言 但從動機出發 當時Chris Rock目的並不是特意為了侮辱或人身攻擊Jada 而是為了節目效果、熱笑話去取悅觀眾 充其量都只是用了不合當的內容 顧密論事後Chris Rock接受採訪的時候透露 自己說完笑的時候根本就不知道Jada是因為生病而落發 退一部來說 即使她知情 美國的脫口受氛圍 經常都以自渣或畫苦嘉賓去取悅觀眾 就例如17年名嘴Jimmy Kimmel就曾經取消 Madeemann去中國拍攝長城是愚蠢的行為 令後者相當尷尬 當然這種手法是否人人受諾就見人見知 某程度上亦都有張快樂建築在人家痛苦的特質 然而無可否認的是她的本質並不是惡意傷害的 相反地Blue Smith掌隔Chris Rock是屬於一種補復性的行為 面對奧斯卡上開的玩笑 Blue Smith選擇以暴逆暴 在Chris Rock已經趕完笑之後 直接上台爬他一巴 他的動機就是為了以暴力去回擊Chris Rock 因此本質而言 這個以暴復為目的的行為 動機就不正確 而因此在大型奧斯卡頒獎典禮上 容易散播以暴力解決問題的思想 面上鼓吹以暴逆暴的不良風氣 自然更加應該受譴責 第二 Blue Smith心犯外交對於黑人的負面印象 在這件事上 對於Blue Smith和Chris Rock都是黑人的代表 他們的身份更容易令人將他們的個人問題 延伸到種族的問題 美國社會本身就有人認為 黑人是好兜犯罪率高的群體 尤其是在黑人的命也是命的事件當中 正正因為白人對於黑人暴力的既定印象 令黑人遭受不公平的待遇 此後黑人群體開始努力證明 他們並不看一個暴力的群體 然而Blue Smith當日報復式的舉動 正正和這些爭取公義的民眾目的背道而馳 成為佛吉尼亞大學的助理卡森教授指出 Blue Smith所塑造的魯莽形象 給了外界者提發揮的藉口 加深對黑人的偏見 事件發生之後 社會各界的討論也會上升至整個黑人族群的問題 因此當Blue Smith在奧斯卡這個世界觸目的頒獎禮上 作出攻擊 會加深黑人暴力的既定印象 同時亦發揮了爭取平等的黑人的努力 對於黑人族群的傷害更深遠 反觀Chris Rock的失言 最多只是及以外界 他自己厚不扎人的印象 他所承受的譴責只要在自己身上 比起Blue Smith的暴力回應 Chris Rock對黑人整個群體的形象影響較少 因此當我方見到 Blue Smith行為令黑人的種族問題帶來更大影響 就理應受更大譴責 中尚所信 我方立場理應成立 謝謝大家 謝謝 Sabu assemble 宥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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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是不是 在 söyle 有四分鐘時間,準備好可以向鏡頭檢頭試驗 可以 定 各位,大家好 剛剛有方就認為其實Chris Rock不經思考 就拿別人的疾病的病徵來取笑是屬於言語暴力的 但有方有同事說其實那些是不屬於言語暴力的 但有方有 你們又知不知道你們口中所說的笑話 同樣可以令人走上絕路呢? 如果這樣也不算言語暴力 那不如你們跟我們說一下究竟怎樣才算 所以今天我方所行論辯題的準則 就是從雙方的行為、目的以及後續這三方面 去比較哪一方應該負上更加多的責任 以及需要透過譴責令他們審視過錯 從而作出改變 而我方支持辯題的原因有三 一日Chris Rock的行為本質比Will Smith更具傷害性 其實今天有方覺得Chris Rock可能只是開玩笑 但是正當化言語暴力不僅會帶來心靈創傷 甚至會幻想抑鬱症、情緒病等 放在公眾人物上面影響更為深遠 這幾年其實都有很多的明星 因為言語攻擊而造成創傷 甚至被迫走上絕路 例如韓國明星崔雪莉、台灣女星楊佑榮 而Jader一直受到人生攻擊 而且也受到斑突脫法帶來的痛苦 而Chris Rock更加灌輸著 隨意嘲笑他人的疾病是沒錯 反觀Will Smith的那一巴掌 其實根本都沒有對Chris Rock造成任何的實質傷害 也都沒有蓄意在他身體上留下傷痕 所以其實對比起兩者的行為 Chris Rock的言行暴力會帶來更加多的傷害 而Will Smith打人的動機比Chris Rock更情有可原 其實Chris Rock出口雙人都只不過是為了炒熱氣氛 但是炒熱氣氛就不是正得取消 人家疾病這麼敏感據爭議的方式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他根本就沒有必要拿人家的痛處來開玩笑 而Will Smith作出選擇只不過是為了保護妻子 如果那天Chris Rock是以Will Smith作笑話 Will Smith說他可以忍受 但是Chris Rock是以他生病的妻子作為笑話 不單止是不尊重 而且是他們傷口上撒熱 其實根據Will Smith他自己也有說 他出生於一個充滿家庭暴力的家庭 所以他非常之重師 也都將保護家人作為心中最重要的信念 所以Will Smith只是為了保護妻子 相比Chris Rock近情有可原 三,Chris Rock比Will Smith更無悔意和反省 沒錯,打人的確是不對 所以其實雙方都有錯 不過對比起雙方的回應 Will Smith明顯比Chris Rock更勇於承擔錯誤 Will Smith他意識到自己錯誤 所以他在獲獎上台的時候 以及在事後社交媒體上都有公開道歉 也都主動退出了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 可原其實他有反思過自己的過錯 也都為行為負責 但是反觀Chris Rock 他在事件發生之後 沒有做過任何回應 一次可能都說不小心而已 但他之前具爭議的言論 已經引來大的爭議 例如16年他嘲諷亞裔同工話題 嘲笑他們的黑板形象 之後數十個美國演藝學院的成員 導演包括李安和吳田敏等人都聯署抗議 批評他的言論不當 而且在當年Chris Rock也有攻擊過Jader 但是他仍然當整件事沒有發生過這樣 而且都沒有吸取過教訓 也都拒絕審視自己的病毒 中讓人承出掌掌風波 所以更加需要透過檢責令他意識到自己的錯誤 最後想問一下有方同學 認不認同取笑因特病而帶有顯性病痴的病人 都是一種言語暴力 還有會對他們帶來疑似傷害 如果是的話 我們是不是都要去審視他的行動動機 後續回應來衡量誰更需要負責 如果不是的話 你又如何解釋過去因為有明星 因為你們口中所謂的取笑而輕聲呢 多謝各位 並並 岳橋凱琳 韓庄主便發言時間為4分01秒 沒有過時無需靠分 接下來是台上發問的環節 先由甲方排出一位台上邊緣 向岳橋主便提問 發言時間為1分鐘 之後岳橋主便可以有1分鐘準備時間 然後有1分鐘時間去作答 而提问和准备时间一样 都是会在限时前十五秒有一丁提示 定 而时间到则有两丁提示 定定 接着就轮到隔月方去派出一位台上的便员 向隔方主编提问 请评判注意填写分数的次序 月方分至第一格 依发言次序是回答的分数 而第二格先是发问的分数 现在有请隔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员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镜头示意 可以 定 订判着绝 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跟我说 Trash Rock的笑话是一种言语攻击 会为Jader带来严重的精神伤害 甚至会令人走上绝路 或者有抑郁症等等 然而今天理方忽视了 我用你所说的精神伤害层面来说 这种的伤害并不是只会发生在Jader身上的 Drash Rock今天被当众掌握之后 他也有可能受到精神上的损失 他会怕之后只要开一个关于性别的玩笑 就会有全球一半的人口冲上台逐个抗拒 以后是否就不会再为别人的题材开玩笑 对于一个脱口秀演员无疑是一个致命伤 难道这样不算一种精神损失吗 那我想问也是 理方今天的论点有什么独立性可以正成变题呢 拜拜 拜拜 准备时间开始 明天 允许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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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感谢您的观看 叮叮 时间已到 现在请月芳住便作答 你有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镜头示意 试咪 试咪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清晰的 可以 定 各位 大家好 刚才有方跟我们说 其实Will Smith的蓋人一巴掌 Chris Walk 都会受到伤害 既然Chris Walk 都会受到伤害 其实我们都想避免这件事 那为什么Chris Walk 还要一开始 还要说完所有攻击性 侮辱性的笑话出来 在这些这样的场合上呢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Chris Walk 他根本就没必要在那些场合 说出这样的笑话 其实他也有很多其他的笑话 选项可以选择 为什么偏偏要选Jada这个笑话呢 多谢各位 现在请甲方派出委台上面缘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可以向镜头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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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网上希腾和日本女星木村花 顶不顺舆舆论 最后患上精神疾病 最后选择轻身 有方同学凭什么说 肢体暴力就一定比语言暴力 你们如何解释上实的例子呢 还有有方同学是否认为 甲方准备回答时间 叮 甲方准备回答件事情 由于大家认为 甲方准备回答题 就应该回答zię 有方的挑战 感谢 非常感谢 可以 不好意思可以再向鏡頭示意多次 可以 其實我方今天從來都沒有否認過 他說的笑話是不合適,需要被譴責 而今天沒有比較的是友方 友方只是強調這個言語暴力有多嚴重 但根本就沒有比較肢體暴力和言語暴力 因為他們的傷害害者更大 今天是友方誇大其詞 所以要論正為什麼這句笑話 會上升至友方所說的輕生 或者這個一證這些 友方不明白為什麼言語攻擊造成的傷害 獨特性在哪裏 就例如我今天被人笑人蠢的傷害 是否比被人打到蠢呢 今天友方之所以說是言語傷害更加嚴重 是因為認為肢體攻擊並不會造成任何傷害 所以就算我今天過來蓋一包都沒有問題的 你Chris Rock不是你 不是人人都可以好像友方那樣看得那麼開 所以當我們不能比較遠遠和肢體攻擊 就當時人的傷害 這應該是憑良對社會的影響 而我方今天看到嚴重性在哪裏 Chris Rock開玩笑最多只是被人罵口不責任 突然而今天Will Smith出手 有代表性的黑人使用暴力 他出以這種報復心的心態去掌握Chris Rock做成的傷害 現在時間到現在台上發音環節結束 現在有請駕方第一負面發言 只有三分鐘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鏡頭示意 可以 正 主席 評判做主席 各位大家好 其實友方論怎樣漏洞百出 不論是邏輯對比平等還是行量標準 都很不認實很不合理 下角片面 我們現在讓我們做一審試一下 友方說是用言語的攻擊和肉體的攻擊去比較 但當然是有問題 我方都承認 但今天單單以比較形式去做比較 是難以得出高下的 友方無限相關於言語傷害 試圖說到言語傷害有幾個無限的後果 又有心靈創傷、抑鬱症等等 但其實都不難發現 李方試圓這麼悲慘的畫面 其實跟現實是很脫節的 根本就沒有直接關係 按照李方的邏輯 今天我方都可以說 其實暴力同樣可以製造一些心靈創傷、陰影 造成一些抑鬱症 友方今天只是覺得Chris Rock的開玩笑 對演藝圈有很大的損害 但友方分略的是 Will Smith的暴力 其實對所有喜劇演員來說 都有一種隱藏的威脅 主持人、喜劇演員 以後會怕有人打他 所以就不敢開一些笑 現在需要不得不擔心 每一個含有尖銳性 或者侮辱性的笑 都可能會遭受到暴力的待遇 我方不明白為什麼 李方覺得暴力是沒有實際的傷害 如果今天友方雙方都把論點推置極端來說 其實根本就沒有討論空間 所以李方今天的行論標準不合理 其實李方說 Chris Rock曾經也有笑過Jade 我方今天想問是在哪裡曾經笑過 反觀我方今天看到的是 Chris Rock其實事前根本就不知道Jade 是因為病而脫髮的 而他弟弟也在樂燦基的時候 那時候指出過 Chris Rock本身只是參與 一個關心突發疾病的計劃 Chris Rock是否在郵方口中十我不捨 其實這個有待相確的 就算他今天真的知道真情 他坐的都只是以別人的痛苦開玩笑 他有幸災樂運傾向 但本質都是為了取決觀眾 反觀今天Wool Smith的錯是報復行為 從動機和傷害上面比較 Wool Smith的錯無疑更大 今天友方其實都認同是要 由行動的動機和出發點去衡量這個變體 我們今天來對比這個動機和出發點 其實今天Chris Rock的出發點 只是好像剛剛所提及的 可能只是取決觀眾 但我們今天看到Wool Smith 是他上台去打Chris Rock這件事 是因為Chris Rock用言語傷害了他的妻子 而他想有一個報復的心態去打他 加上其實Wool Smith上台 是沒有要求過對方去道歉的 所以他看到行動的重點是負面的 是想報仇的 所以其實這個根本不可以說 因為Wool Smith的錯誤 所以他就可以為所欲為 請你方不要浪漫 他去看Wool Smith的行為 但是今天有些邏輯也很奇怪的 只是覺得是願不願意去承認錯誤 跟他衡量哪一個需要受更大的譴責 我今天邏鋒舉個例 KT Plus推到公仔事件裏面 小朋友都沒有出來作回應 那是不是他應該被DMAX受到更大的譴責呢 不是嘛 由此可見任何而認錯不是關鍵 而重要的是看事件的影響 你要方標準過去的片面 各位 其實今天曾經開過大拆著玩笑的名人 不止Chris Rock的位置 都沒有試過 都嘗試過 今天邏鋒要看的是 邏鋒今天要看的行動所帶來的影響 而Wool Smith所顯示出的是報復的心態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後果 會絕對令Wool Smith的反應受大選擇 謝謝大家 叮叮叮 剛才甲方第一負面的發言時間為3分16秒 有超時需要評分在分子上投出1分 不好意思 我們聽到這個後果就想問一下 其他問題 不好意思 有一點點疾 可不可以你再重複一次 因為我們這邊是聽到 我們說完之後 對 因為主席這邊聽到就是 我說叮叮叮的時候 跟你說的發言 還有字是重複了的 或者想問一下評判 剛才聽我的三叮提示 以及邊緣發言 有沒有重複的位置 我相信應該是一個連線的問題 我這邊聽的時候 是有非常非常短的重複 但只是非常短 同樣是有正常師傅朋友說 我也覺得應該是連線問題 也是很少的一個重複 可能評判也覺得是連線的問題 如果這個可能就交由評判去決定是否扣分 請問雙方對於這個安排是否同意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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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請雰方第一副面 你有3分鐘的發現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鏡頭試驗 準備好 定 表姐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先歸納一下有方同學跟我們的認同點 其實我們都認同雙方都有做錯 但有方同學其實是雙重標準 我們從來都沒有提過 如果不暴力和肢體暴力,何者是更加為暴力 兩者去到極端,其實都可以加破人亡 會有人命傷亡 所以今天更應該要比較的是前因和這件事的後續 所以今天有不同的蠻糊去擁護Chris Rawls 完全是不合理的 補充一下Chris Rawls的背景 在2016奧斯卡頒獎典禮 Chris Rawls作為主持 已經事業Jada杯葛奧斯卡 走私自己杯葛內富品牌 就以Will Smith票房最差之一的電影 挑風電影去嘲笑他沒有獲獎 可見Chris Rawls不是第一次攻擊Will Smith和Jada Will Smith亦沒有用任何形式的暴力 去回應Chris Rawls的侮辱 而是選擇用杯葛去解決當家奧斯卡 武漢人獲獎的不滿 而某些友方同學講到那樣 用暴力解決所有問題 我們看到的反而是Chris Rawls代表奧斯卡去侮辱他人 不僅沒有反省 還變本加厲 用別人的疾病作為笑話題材 無論他對Jada的疾病 知情與否都不應該以別人的種族形象外觀去做笑話題材 今天事情發展到更嚴重 只是因為Chris Rawls當初沒有受到足夠譴責 如果我們指證Chris Rawls謹慎選擇笑話題材 根本沒有今天的掌角空波 有方同學根本是無視Chris Rawls的笑話成為事件的到火 煽足在矛頭之下 嘗試保護家人的Will Smith 因爲站方而包庇Chris Rawls 拿路的攻擊和輕率的態度 應該一同受到譴責 有方同學說Chris Rawls只是無意開了一個笑話 例如重申Chris Rawls仍然不是第一次原意攻擊他人 Chris Rawls在過去的攻擊型笑話對象 往往是針對個別種族、性工作者、有疾病者等弱勢者群 用這些題材去攻擊武力還擊的弱者 如果有方同學認為是正確 你不單止是顛倒是非 還是語言暴力的加害者 Jada已經在社交網絡講過自己疾病前身的痛苦 如果這次Chris Rawls對Jada特殊的言論 有方同學完全不當一回事 可見有方同學Chris Rawls一樣冷血無盛應受的譴責 根本沒有想過這件事對Jada一個全球1.4億 患相同疾病的人的感受 而事後Chris Rawls在掌角風波後 不及了解為何租掌角只是揚言或自己只是說笑話 把腦氣充電的Smith和修功能受創的Jada一笑致之 覺得自己完全沒有做錯 相反Will Smith之後都有即場流淚道歉 可見他的悔意 兩者同樣都有做錯 但Will Smith知道他這個行為 用環照去包裝這個傷害 傷害到一群同樣有疾病的人 公眾宣揚貶低他人的行為是對的 同樣有錯 一個道歉一個沒有道歉 為何一個更應受譴責 一個不用 所以我們要外部施壓 才可以讓Chris Rawls產生負義 由此可見Chris Rawls的所謂笑話 不是第一次引發爭議性的問題 而今次掌角風波 始終只是Chris Rawls沒有道歉的是Chris Rawls 有錢波哥都是Chris Rawls 有方同學認為負責的竟然是 呃呃 用這種私以暴力 但無需擔當責任 是一個危險人物 必受到更大譴責呢? 多謝各位 月峰第一負面發現時間為3分11秒 無消息無需求分 現在有請月峰第二負面 你有3分鐘的發現時間 準備好開箱的投資 第一次 可以 停 大家好 比賽到這裡我們看到 其實有方同學犯了幾大錯誤 第一有方同學混淆使聽 他將暴力行為包裝成為保護家人 但其實有方同學說到底都沒辦法否認的是 Woodoo Swim的行為正正是以暴逆暴的報仇 他正正就會造成歪風深化到黑人綜合一黑板印象 再來出發點是好的 是否代表我們可以不擇手段呢? 我們看到意大利人見到薄餅上面有菠蘿 他是否可以為了捍衛意大利飲食文法 去毆打賣菠蘿薄餅的人呢? 所以不要再這麼官面堂溫說這麼荒謬的事情 好的出發點不代表他有好的手段 有方同學根本沒有認證過 你方同學根本不合理 反觀我方今天已經清楚說出 其實Chris Rock並不是一個惡意攻擊 我方一本已經提出了 他根本是不知道Gader是有這個病的 但是相反Woodoo Swim的手段傷害性極大 他的手段並不合理 再來 第二有方同學就是直線邏輯 今天有方同學不停放大肯不肯認錯的重要性 但今天我方已經用KKPLUS事件很清楚地說出 這個標準來衡量一個判斷一個人負多少責任 根本就是不合理的 但反正堅持Will Smith肯道歉 就代表他可以受少一點的譴責 這個直線邏輯根本就不合理 顧物論他上台流淚道歉的時候 根本沒有跟被打的Chris Rock道歉 我們看到Chris Rock和Will Smith行為嚴重程度 是根本不一樣的 Will Smith上台打人 他背後猜出的是什麼? 他猜出的是一種以暴亦暴的風氣 他帶來的傷害遠遠比Chris Rock只說一個不合適的笑話 來得更加嚴重 在程度上有差異的情況下 單憑他願不願意承認他肯不肯認有沒有負義 根本不合理 在比較上我方更優勝 好再來今天有方同學 雖然和我方說我方根本不覺得言語傷害很重要 但今天我方已經重覆很多次了 但其實我也知道言語傷害都是會 我們都應該去譴責Chris Rock說這個不合適的笑話 但今天有方同學 第三犯的錯就是輸打贏耀 Chris Rock對他們來說 Chris Rock造成的傷害是一個嚴重的精神傷害 但對Will Smith造成的精神傷害 就完全沒有提過 你方根本能證明到 被人物理上打完之後就沒有精神傷害 再者我們看到的是真正的暴力 難道就不是暴力嗎 原來我只把口說是暴力 我真是打你的 我整人殘疾被我打到殘疾 原來是更加暴力的 俄羅斯和烏克林打仗 按右方的邏輯 美國的贊都比俄羅斯大 因為美國只把口說出兵 但俄羅斯是真是出兵 不要再有一個這麼幫忙的價值來論證變 正正我們看到的是Will Smith物理上的傷害 除了帶來這麼多精神傷害之外 鼓吹的竟是以暴亦暴 一言不發就用武力來解決問題 實際導致世界被有光堂想的言語傷害 來得更加冷漠、更加血腥 其實今天有光堂從頭到尾 都是停留在兩個人的得失為辱的層面上 但事實上今天Will Smith 已經不再只是要為自己的影響去負責 應該是要為整個族群去負責 不雖然聽完的話真的覺得被冒犯 但可以衝上台 但他沒有這樣做 他選擇是直接上台撞他一巴掌 將情緒掃諸無力 這個正正在動機上都不應該成了 我方便提醒了 多謝各位 下方大義負責發言時間為3分11點 沒有超市 無需透過分 現在有請負責發言時間為3分11點 現在有請負責第二負責 你有3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開向鏡頭示現 是嗎?是嗎? 清晰的 可以 定 只不過是取悅觀眾 這些都是節目效果 風氣一向都是這樣 還有各位大家好 其實有方同學不斷拿著節目效果來做藉口 這些所謂的言語攻擊 都被有方同學包裝得很好聽 沒錯 只不過是節目效果 只不過是風氣 今天有方同學將言語暴力視為換照 其實剛剛有方同學的主辯 無論是主辯 一副二副都有大聲出來說要正視言語暴力 要面對言語暴力都覺得是錯 但是有方同學所說的理據是什麼? 只不過是節目效果 有方同學這麼緊張做什麼? 只不過是開玩笑而已 今天有方同學暴力更加會對社會造成影響 有方同學的言語暴力又何嘗 不是 有方同學的言語暴力正常 看到原來社會上都會漠視這種言語暴力 用有方同學讓貓 用各位的身材 你都可以作為言語暴力的基礎 因為正正就是社會都漠視了 跟有方同學一樣 漠視了言語暴力的傷害 再者今天我們是不是不看肢體暴力 不是 其實我們由主辯到一副都一直說 我們都明白肢體暴力 固然是有錯 Will Smith 都有錯 但是他可值得原諒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當他做出一個這麼衝動的行為 他是有悔意去改過 他是願意去承擔所有的責任 去退出這個學院 去作為自己的懲罰 而Chris Wall 從來沒有道歉過 也沒有任何悔意 而且他在採訪的時候都不討論 心虛都不討論 就說除非有付錢 就算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也好 有方同學極端到 就算知不知道Jada有沒有疾病也好 都只不過是節目效果 今天有方同學這麼極端的想法 根本就是錯 根本不理言語暴力所帶來的傷害 再者我們再看看 今天有方同學為Chris Wall 帶來多少個藉口 第一個就是風氣問題 今天有方同學就跟我們說 美國奧斯卡一向都是這樣 這只是節目效果 今天Will Smith更加不應該以報復性 來針對Chris Wall 但我們原來今天看到 有方同學所說的話 是有多麼錯呢? 有方同學正正就是覺得 現時的風氣也是這樣 我們更加不應該 不如還是物應去說 其實現時也有很多的暴力事件 我們現在是不是又要物應暴力的存在 根本不是 我們根本要正視暴力的存在 正視無論言語暴力 姿態暴力 無論極端傷害 都是人命傷亡 我們更加要針對他的後續 針對他的動機 然後再作判斷 這才是今天我們雙方都要再作的比較 再者我們再看看今天有方跟我講的種族 原來我們看到原來Chris Wall在2016年也有說過 為何今天有方同學完全沒視 我們由主編都一直在這裡說 今天有方同學完全沒視了Chris Wall的錯 沒視了Chris Wall的種族歧視 只不過將所有錯推責 You will speak 很清楚 有方同學這麼贊同緩宵 我今天說有方同樣貌 身材我又說是緩宵 是否在賽會就不應該懲罰我呢? 謝謝各位 月方第二副面發言時間為3分12秒 無消息無需扣分 接下來進行台下發問環節 雙方各有兩類發問 請教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宣座發問 而請便宣開啟鏡頭並視咪 視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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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聽是否清楚 清晰的 那你有一分鐘時間 如果準備好可以在鏡頭示意 準備好 謝謝 各位大家好 其實有方今天犯的最大問題就是輸打贏腰 有方對於今天我方所講的黑人形象 和社會風氣敗壞的傷害 統統都避而不淡 有方今天講到語言暴力的時候 在這裡講到語言暴力有可能帶來的潛漲危險 例如是抑鬱症、情勢病等等 特地講到肢體重傷、肢體套力 有方就跟我說Wool Smith當下未打死到對方 所以傷害就不算嚴重 但有方今天捕虐的 其實是肢體暴力都有可能有潛漲危險 例如是肢體暴力的受害者 最後都有可能因為怕被人打 然後有精神創傷 甚至至至殺 其實校園欺凌都有很多這樣的案例 因此我們今天不應該是比較潛在傷害 所以請有方今天直接比較 Kris Love 說一句示威已經做到的實質傷害 一個是Wool Smith 掌握對方的實質傷害更加大 多謝各位 現在現在月方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定 處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一分钟发言时间,准备很开向的投资 可以 今天有方同学,最终各位大家好,有方同学单纯以社会影响比较 今天我方就比较 今天我们要看Will Smith的暴力疯狂,每个人都知道是没错的 而且再加上他有事后道歉,向观众反映暴力疯狂应该发生的 并不会引起好像有方同学所说的社会以暴力,以暴逆暴的风气 今天有方同学都会说了,美国笑话对哪些笑话可以笑 哪些笑话不可以笑某一个明确的界限 而今天Chris Rock对于他人进行人身攻击,事后中不道歉的行为 观众反映着一种可以随意取笑他人的风气 是不是以一对取悦观众就可以无视毫无贵意,三波语言暴力 都没问题,一种社会风气呢? 所以就加上了 现在,教坊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开始计时,丁 谢谢 真的吗? 是 在切冒失诡是 oui 练亡啊 真正容易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有请教坊派出一位变联作答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准备好开向镜头示意 可以 谢谢 大家好,很感谢有方同学提问 其实不难但有方同学一直都不会阻碍今天的电梯 我们今天不是只要谴责谁,我们是双方都要谴责 并不是今天我们谴责了Chris Rock,谴责了Wilchmark 我们就不谴责另一个 就算我们今天谴责了Wilchmark的暴力行为都不代表 Chris Rock就可以继续去取笑其他人 这个风气我们都不应该去继续有这个风气 我们看到的是双方他们同样有应该被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为什么他会比他应该受到更大的谴责 正正在Wilchmark提倡的就是一个以暴易暴的行为 他现在做的 Chris Rock的这个口不责言 其实最多只会令外界觉得黑人其实是很丑战 他们都一个很轻敌的态度 但是今天Wilchmark做的是什么 他正正在心怀着本身大家已经对黑人很暴力很魯莽的印象 这样对比起来我们看到的是Wilchmark和Chris Rock同样都有错 但我们今天是Wilchmark造成的伤害 造成的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一定会比Chris Rock 只不过是口不责言说一句说话 你答案时间结束 现在有请教方派出一位台下编续发问 请编续开看镜头并试咪 听得听不清楚 听着的 所以 听 各位大家好 今天你帮Chris Rock的动机是为了取笑Jader 而Will Smith的动机就是为了保护家人 所以今天Chris Roth的动机更坏 他应该更为受显摘 但其实今天事实上 Will Smith上台打Chris Roth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笑完了他老婆很久了 因此今天他打人 其实不是为了阻止Chris Roth 继续伤害他老婆 而从来只是一个暴力的报复行为 再者今天李方比较 谁更应该受到显摘 从来都没有看过事件的严重性 和对社会的影响 例如对黑人族群更加一步的偏见 二步逆步的风气 但是今天李方只看动机其实很奇怪的 如果今天只是看动机好还是不好就可以 按照李方的逻辑 是不是只是动机理想去保护家人 就是今天Will Smith上台 把Chris Roth的头发 是不是因为他动机较好 就可以备受两解 现在月方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开始计时 现在月方有一分钟准备时间 开始计时 是ailman的 然后是填过一分钟准备时间 刚刚有点减速地 提到有点减速地 连续地 小 Frederick 使用备时间 同时 就是一些两分钟准备时间 对替年六分钟准备时间 对准备时间 分寄准备时间 所以架方相聚中學會先去一個學校手段 謝謝 GWYS 部位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現在已經看到甲方的後置鏡頭,想問一下是不是已經沒問題? 那如果…… 那如果甲方想問一下是不是現在連線都可以的? 在台上現在連線都可以,但台下應該是離開這個會議,想問一下剛剛台下的問題是問了什麼? 想問一下評判剛才聽不聽到台下整條法文? 因為那時候我是有點利用的,所以我不知道是我的網絡問題還是…… 從法文同學最後的字音去聽就應該是一個問題,因為它是高音了上去的 那應該算是一個問題完成了,我覺得 好,謝謝你,那麼地賽可以? 好,謝謝你,對財生方和評判,現在就繼續計算月方他們的準備時間 謝謝 準備時間結束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有請月方排出位別人作答 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準備好可以向鏡頭示意 試麥克風,試麥克風,聽不聽到? 聽得清醒 準備好 明白 謝謝有方同學的提問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的論點很單薄 他說 Will Smith是打完人笑走還是嘲笑著人? 但其實你又不是Jader,又不是Will Smith 誰知道自己在想什麼呢? 可能他是苦笑著自己老婆做侮辱 是不是? 而且今天有方同學有大言提出說 黑人和白人應該要區分 現在說Will Smith打人是影衰了黑人群體 其實我們看看Chris Roth說過什麼 Chris Roth在過去的奧斯卡說過 靠完槍擊是黑人發明的 而是被白人偷取 Chris Roth才是施行種族歧視 攻擊性言論的罪魁禍首 所以有方同學 你怎樣論證Will Smith是嘲笑著自己? 怎樣論證Will Smith真的帶有攻擊性呢? 多謝各位 現在去到月方排出位台下辯元發問 請邊緣開啟鏡頭和視頻 視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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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得清楚的 你現在有一分鐘發現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鏡頭攝影 準備了 謝謝 各位大家好 其實雙方今天都認同兩方的行為 怎樣都會為對方帶來傷害 因此要向兩邊提 就要看雙方的前因後果 目的動機 事後會議 就為Chris Roth的一個拿到的殺人馬 而Will Smith的出於字位 就開槍射殺Chris Roth 兩個在當場的牆口底下都會受到一定的傷害 而這個是一個衝於指位 其後Will Smith正在台上即使 承認錯誤並且道歉 而在社交媒體也有主動這樣 看Chris Roth公開的道歉 完成了一切後果 但至今Postbook還未作出任何回應 甚至扮作是受傷害的一方 我想問有方同學在英華 在相關都犯罪的情況下 這一方更加需要受到檢查呢 謝謝各位 現在隔方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開始計時 定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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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 現在有請教方派了一位便員回答, 有一分鐘的助答時間, 準備好開向鏡頭示意。 其實我方也認為是要去比較事件的動機和它的影響, 我方正正就是看到Chris Rock的動機, 純粹是因為奧斯卡頒張的電力, 他需要去處於觀眾, 而他開了一個環節, 我方今天從頭到尾都是覺得Chris Rock的環節, 的確可能會觸控到Will Smith的底線, 這一點我方不否認, 但可以看到這個環節帶來的影響, 它不會是帶來什麼種族歧視, 它不會像Will Smith的行動而帶來什麼, 不會像Will Smith的行動,帶來一些暴力的印象等等, 而我們今天看到Will Smith上台打Chris Rock, 其實他的動機是報復的, 不是因為他想去報家人的其他點的原因, 他的動機是負面的, 他的動機比起Chris Rock是更加負面的, 我們可以看到Chris Rock已經是用環節, 是和JDR開了一個環節之後, Will Smith才上台打人, 可以看到他的動機是, 所以因為Chris Rock覺得傷害到他的… 現在時間結束, 台下泛民要環節結束, 現在是結辯準備時間, 雙方結辯有一分鐘作準備, 開始計時, 定! 這樣算是否不再放五個月, 對! 我相信他已經很寫了, 理解這件事去問了一下, 可以對了! 我會把他做的事情放在幾個月, 我去看那邊就可以找到夜公子, 這麼說一句回去, 麻煩你掛來一下 你怎樣給你呢? 你看看 Frank明了嗎、 你能夠轉身的白鴛 personalize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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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完全不重视言语暴力 而且还企图把一些经常见的谎语暴力 表示Will Smith的行为影响黑人 Chris Rock一隻去攻擊不同類型的人 都是涉及種族歧視的 柳芳是否認為他也是 定定 要改變扭曲的社會風氣 必須由奧斯卡主辦方更嚴定 顯示Chris Rock開始 希望將去過人的人會改過 多謝各位 月芳劫變的發言時間為4分12秒 無超時無需扣分 現在有請駕方的結辯去作總結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可以向鏡頭示意 是嗎?是嗎? 請問看清楚 聽清楚 這隻評判有分和我做到 各位各位大家好 其實我們今天雙方一直夜的分歧點 在於什麼呢? 就是標準上面的不一樣 今天他方一直有一些很虛無的概念 作為標準 但其實他方根本就沒有將這些概念 在今天的見台上 在今天的事件裏面 我們一起去看看 今天他方跟我說 言語傷害是比肉體傷害大 他方跟我說 將兩個的論點推到極端 根本就沒有討論空間而言 但他方今天又來跟我說 因為一個笑話 因為一個的言語攻擊 就會有抑鬱症 就會自殺 跟這個空間有很多邏輯 他方根本就沒有認證過 日變一必然性 他方根本就在這裡自殺茅囑 沒有完成自己的論性責任 什麼叫真正的把這個論點 放在現實層面來看呢? 我方承認言語攻擊 物理攻擊都是不可取的 但如果一定要在兩者間取其一 我們不應該只透過言語攻擊 物理攻擊這兩個概念上 就能比較 不是那個辯題 就是等於言語攻擊 還是物理攻擊 應該受到更大的譴責 我們應該將這兩個概念 和今天的辯題裡面 我更加要審視的是 今天他們的行動裡面 會有動機和影響力再比較 任何人式的暴力都行斬 但是報復性的暴力 是萬惡之中的罪惡 如果他跟物理一天 只要他不滿意的時候 還用暴力去解決的話 我打你一掌 你回了一掌 我再拆你一掌 這樣的暴力是沒有盡頭而言的 而物理的這種行為徵 就是鼓吹了這個可悲的現象 而這個現象 也會負上特寧的標籤 所以在事實層面上 物理攻擊 以及比克里斯特的言語攻擊 是更加有深害的傷害 有幫助這個真正的比較 第二 他跟他講什麼 他說保護家人是他的底線 所以情有可原 說到他方就用保護家人 作為一個藉口 去美化物理的暴力行為 以家人的暴力去行 就是這個暴力之舉 他方今天真的覺得很好聽 但是簡單而言 其實只不過因為 都算對於克里斯特的言語不滿 對他進行有暴力情況的反擊 其實這個就是報復 所以其實他方 就是以暴力去報的這個舉動 只是一個很好聽的說法去包裝 這個說法叫什麼 就是保護家人 既然他方覺得以暴力去報的這個舉動 不是不應該受更加大譴責的話 那我方也無謀可說 只不過我希望你方明白 這個報律部是一個 根本沒有辦法有效解決問題的一個舉動 正正因為這樣一種方法才不被鼓吹 我相信還有各位都明白為什麼 第三位有方說 我希望你先看清楚今天的辯題 這個辯題是一個比較性的辯題 其實我方一直跟他講 你方今天跟我說 為什麼會在今天 Chris Wall上承受這麼大的責任 是因為他沒有承認 他沒有承認這個錯誤 但是我方一直都在說 其實他今天 魯莽地攻擊他人的舉動 不單單只是在一個放人層面上 跟自己的情緒 以身為人的方式去施法 加深了其他人對黑人暴力的黑板印象 同時壓迫了黑人社區 為了改變他的形象所付出的決判力 雖然Chris Wall口不贊言是有這個錯 但是我們同事都需要一齊比較一下 雙方的錯誤究竟是什麼 顯然Chris Wall和Chris Wall的這個舉動的 嚴重性根本就不是在同一個層次之上 就好像K-pop的小朋友沒有回應 各人那裡應該成為更大的譴責 因為K-pop的小朋友 他的行為的嚴重性根本就沒有這麼高 所以今天他方的標準就是過度欠面 最後我們一起看看今天他方質疑後的論點 質疑是什麼 他在這裡說 Chris Wall都會加深這個黑人拼挑的黑板印象 但是他方今天根本就沒有提 根本就沒有進行這個比較 當Chris Wall只是加深了黑人拼挑的黑板印象的時候 但是Ruth他加深的是黑人這個更加暴力的形象的時候 這兩個雙方的嚴重性根本就不能做人比較 當Chris Wall只不過是一個嘴戰的形象 但是Ruth也是一個暴力的印象 根本就無聲大雅之分 所以這個嘴戰的印象都不會令外界對於黑人有更大的仇恨感 所以他方今天對外方的質疑也不成立 其實今天外方討論這個變態的意見是什麼 難道真的可能是言語暴力的 講到今天任何的暴力形式都是不對的 這種的比較根本就毫無意義可言 我方今天在意的不是暴力 而是推動暴力背後的那種報復心態 因為Chris Wall的義氣用詞之舉 是否真的有用的 我揭露了你 你打了一拳我踢你一腳 你摑我一巴掌我再扯你頭髮 要不然出一步何時了 這種無障的攻擊究竟有什麼用 最終只不過是兩敗驅傷 相反人一時風平浪靜 推暴海浮天通 因為VSF大廈的這個巴掌 不單是打鬥自己成為 影帶上位的機會 也都自打了整個黑人族的機會 聽不懂 報仇他念是何等心願的呢 所以我們大家一起去指責他 因為我們重視一個和平良好的社會風平的人 對 這個選擇是VSF自己知道 有多大的錯誤 報仁段落 本人將與評判和雙方的合分員手作聯絡 而處理分子的問題 但是把握時間 我們都會在三位評判填妥分子之後 逐一邀請為今場的比賽給予評語 所以請對賽雙方都留在原位等候 還有提提評判 最佳的辯論員是需要額外的評分 每位評判首先選出三位表現較佳的辯論 再分別給予分數 最佳一位得30分 次佳一位得20分 如下一位得10分 請我們請再次告一位 會請 請 我們一起 Venu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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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意识形态的层面去立论 在个人层面到底言语暴力或姿态暴力影响大一点 双方是有交锋的 但是正方就会对社区的印象影响多一点 而反方的回应相对较少 反方也会就意识形态去立论的时候 正方的回应也是欠逢的 所以在这个比赛里面有一半的内容 我看到双方是没有交锋的 这件事是非常可惜的 我希望大家不只是针对一个个人层面的过程去交锋 而是针对对方所有的内容和轮点去交锋 这个比赛才会有一个精彩的地方 另外第二点就是我会觉得正反双方都会有一些问题 而对方是捉到的 例如正方就会说 正方就说Viu影响到风气 但也没有说到Chris其实都影响风气的 而且Chris的风气已经是成了形 一直在社区里面存在 大家好像不认为是有问题的 如果是从一个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说 其实这些已经成了形的偏见 是会对很多个人比较大影响的 所以这些已经根深蒂固的问题 这些风气 其实反方拿出来说 正方是没有一个很恰当的回应 当然反方有时就会说很多潜在的内容 潜在的影响 但是实质方面 其实我一直都会很想听到一个比较实在的立论 就是有没有一些科研或者社会调查 会说到双方 即是两种暴力对人的影响性去到哪里 如果没有这些资料 就会相对流雨吹衰 而双方其实这个问题 对方也是捉到的 但是我经常都觉得 哎呀 为什么会这样去做一个攻击呢? 或者为什么会这样打的呢? 我会写了很多次在笔记纸里 就是捉到鹿脱不了角 那么双方就一直在互相捉住对方的鹿 捉不到他的角 变成了这一场比赛 我真的很难很难去说 就是很明显一方胜过一方 那么在比赛的过程里面 其实反方我会老实地说 就是比较触动到我的情绪 他们的内容是会带出到更多社会问题 因为我作为一个学生读社会学 学生读国际发展 就是教人如何搞国家的一个科目 那么我会对这些社会里面 根深蒂固的风气 我会是有更深的感触的 但是也都是同时是反方 就是没有深入去发展这些论点 数据上的欠缝 而正方是很维持的 一直都是那几个方向 那几个立论 会用不同的角度去演绎主线 那么变成了真的很头痛 到底怎样给分哪一队赢呢 这个就真的 我都要看下另外两位评判 会怎样看了 时间交给另外两位评判 很多谢评判寶贵的意见 接下来我们都会邀请马慧健老师去作出评论 谢谢 好 谢谢 其实是怎么去 特别我想这个题目用的字眼是去谴责 就是要很难受就行为 本身去做一个或是否应该去谴责 那么双方都很强调 我摆下那个前因后果 那个脉落里面去做一个诠释 是怎样带个评判 或者带双方去看呢 我想是很重要一件事 双方的重点是有点不一样的 当然两者都有讲这些的字眼 坦白说自己的评论 但是我觉得 政方相对可能强调一些的是 那个动机的比较 或者是那个对于整个社会 有阔面的影响去做一个的比较 所以动机和后果的比较 而另外反方案 我觉得相对到 刚才都有尝试讲一些的 真的后果的讨论都有 可能是回应性为主的 但很多时候他们都很想强调 真的其实摆在那个 就是脈絡里面的时候 那 他应该是相对是 有些前科的 和历史个人本身 他有些问题的 我刚刚双方去尝试去 从不同的脈絡去做一个 大评判去看 那两者都有他的道理 我觉得是很难去比一个高下的 但我有点的意见 在于政方 我觉得当他很强调一个 的结果 后果去比较的时候 我都同意刚才那位评判说 其实好像资料 较为少一些 我觉得整体 比如你说 其实是对于黑人 特别很强调 对于黑人的形象很大 但我听到很开出 我听到可能听不清楚 我只是有深刻印象 就是主编很强调一个 人士去说的一些评论 但我相信 其实是难找这些资料的 坦白说 难去论述 不过我觉得 当你从一个后果的比较 结果去带来什么影响 整体社会的比较的时候 我都要多一些功夫 去做这方面的论述 那我就会更加有些客观点的 一些资料去行论 这其实是否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那个后果来说 我比较两者哪个影响深一点 我觉得要多一些资料 好像会好一些 相反来说 反方我觉得 尝试用不同的情况 将他 将两者放在一个密络的里面 去比较哪个人 是较为值得同情 我这样去说 我想反方数据的原因 Will Smith是相对值得同情 或者相对值得被电量的 不是真的要那么大力掌握 相反 Chris Rogers就是需要 不过我觉得 我有点想法 那一篇题 其实我常常去 他都尝试去 又不是只是比较两者 谁是更加值得去 谁是值得同情一些 谁是整体 谁是人好一些 我想就不是说这一样东西 我想去规限 在奥斯卡这件事里面 我想当你去做很多论述 其实Chris Smith是值得同情的 Chris Rogers相对不是 但是你更加多 又不是没有的 其实坦白说反方是有的 我觉得两者好像 你会说得比题目本身 想去论述的内容为主 所以我有一点 我也同意这个处理 但是我觉得整体上 我觉得好像 那个解释上好像 就未必很讲得回 跟这件事的关系 有些时候下 有些事情 可能相对 就讲得很阔 所以我觉得两者 两个 approach 都是应该要去讨论 但是我觉得 两个重点 侧重点里面 我觉得双方都有一些 可以改善和进步的空间 那这是我少许的意见 谢谢各位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评论 请问一下 评论 接下来 我们会邀请黄思同小姐 去为这场比赛 出评论 首先也有很多 我们座会邀请 这场正晚 双方都是做得比较不错的 可能要说的位置 就是刚刚 其实两位评论 也有提及到 我觉得这场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 就是可能 双方 其实双方的那个立论 都是很稳固的 就是可能你们都有自己很稳固的堡垒 但是你们没有很尝试去跳入对方 或者在比赛临场应对上面这方面 可能就稍微缺了一点点 例如说 其实 其实双方都有轻轻说到一下对方的问题 譬如说 政府有提及到 我反方尝试说 有实质比较 实质伤害的这个方面的衡量进质 但是原来反方去到后场 其实都不太说到 为什么实质伤害上面 Chris Rock 会比起Smith 是更加大问题的呢? 你们是有尝试说得出这一件事的 但是你们可以试试再说多一点点 就是直接告诉我 就是 反方今天尝试提出三个准质 但是原来去到比赛中段 他已经不敢说其中一个准质的了 他回应 其实都只是说动机 或者是后续方面的影响 又或者是说 政方尝试去反复强调 以暮逆暴 这个问题 但是其实反方有尝试去说 虽然你说以暮逆暴 但是其实他是有道歉的 那政方会不会再就着这个位置 再去其他的现身回应呢? 所以我觉得 其实听得出 双方都有准备到一些本身的基本回应 但是去到比赛临场上面 你听到对方的回应的时候 可能你要再去修改一下自己的回应 比如说反方 反方的话 就会觉得有些时候 你有说到那个反驳 但是没有很套用对方的一些字眼 所以变相就会 你说了那个论点 但是结论就落得不够清晰 例如说说回刚刚道歉的位置 作为例子所说 就是你有尝试以道歉去回应 虽然你说他会以步逆步 但是这个主人公是会道歉的 但是你留了个结论就是 你可以再说多一步 所以这个以步逆步 是不是真的有可能说到这么严重呢? 这个社会上的影响 是不是你说到这么明显的呢? 如果不是 如果是他已经道歉的 他已经没有了 有可能你说到对社会那种严重性的话 那会不会你这个论点 其实就不成立呢? 所以我觉得 其实政法双方都有说到一些 就是你们的设计上面 都准备得好的 那可能要再去 去想一下怎么样去改善 就是在临场上怎么应对 那么呢? 之后就会是 是 大致上是这样的 其他两位部分都说得很圆直了 感谢三位评判寶贵的意见 那分子就已经传送到 各个评判的WhatsApp 那等评判都确认了分子 那我们就会去宣布财果 谢谢 想请问你是如何确认的? 你可以回应我没有问题 那就可以了 谢谢 那在宣布赛果之前 首先为大家公布本场最佳辩论员的奖刊 今天最佳辩论员为 月方第一副辩 梁耀祖同学 恭喜 恭喜 现在为大家宣布赛果 今天变题为双变题 由隔方变题 奥斯卡掌刮风波 Will Smith应受更大谴责 月方奥斯卡掌刮风波 Chris Rock应受更大谴责 由隔方协欣中学 对月方华英中学 正方得票为2票 反方得票为1票 赛果2比1 由隔方胜出 恭喜